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起来没有继续的来暴增 只增加四例 那么看起来他认为可能是 是不是因为在廉假期间去筛检的人比较少呢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现在在今天传出增加了一例中症的个案 好 这个中症的个案很特别的是说 他是一个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而且打过了两剂的疫苗 但是没有想到他只是因为有慢性病的病史 结果现在确诊之后竟然变成了中症 所以目前我们的中症的患者 中重症加起来 总共已经有四例了 目前的死亡只有先前的八十几岁的一位 这个有一例 那么整体来讲呢 轻症无症状的比例是99.77% 好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所以呢这个之前其实就有这个陈秀熙 关于专家分析说这波疫情 他认为是因为反应先前打两剂 AZ疫苗的保护力已经失效 他就预估说到四月中旬 莫德纳也失效的时候 本土恐怕攀升到每天五百例的高峰吗 好 不管说怎么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暂时这个四天下来是已经有四百多例 快要五百例是非常的惊人 我们来听一下陈徐熊怎么说 因为呢在今天也传出说 这个有这个王喜啊 这个香港的这个艺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接受筛检 他说他被弄到爆鼻血啊 但是他讲了一些粗话 所以呢这个今天陈时中怎么回应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 港新王喜他当时筛检时流鼻血 但是有入境的民众说遇到类似状况 认为说是机场的筛检棒 比平时的还要粗 想问一下说机场入境的筛检棒有不同吗 我们不会特别为了机场筛检 把那个棉花棒做的特别宽 然后特别大 这一定制造都有一定的规格在的 那我想这都传言不识 那至于呢 在裁检的地方是适通我们的医疗机构 台湾的法律里面很清楚 在医疗机构里面 我们是不允许对我们的护理医护人员 不管是行为的暴力或是语言的暴力 这都不被我们所接受 来者是可 我们要让他尽量能够宾置如归 但是台湾有台湾的法律 跟我们的做法在的 这一波疫情本土确诊连续四天破百 四天超过了580例 那么蔡政府打出经济防疫病重的新台湾模式 可是大家听的不萨萨 这到底是要和病毒共存 还是比较基隆的泪普山 要把黑树给抓出来呢 绝对中心的态度被批评 好像模棱两可举棋不定 尤其是清明假期 现在看来景点游客如知 今天新北好几个地方乌来 碧坛都说不要再来了 游客太多了 那廉价结束之后 我们真的能够像苏院长说的 可以迈向正常生活呢 还是像去年母亲结果后 疫情大爆发呢 立伟 我想有疫情爆发以来 各县市都曾经传出过疫情 也都曾经过紧急的应变 大概所有台湾的县市 应变的最烂最失败的 就是基隆了 这次的基隆 你想想看 其他以前我们多少县市 都曾经有出现过疫情 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基隆市 这么的落差 前后矛盾不说 到现在所谓的泪普塞 这个名词已经改了多少次 定义已经改了多少次了 重点是根本还没有开始行动 从发生疫情到现在 都已经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还在犹豫不决 还在思考到底要怎么防疫 等到你们想好的时候 疫情早就已经 不要说结束 可能已经太过恶化了 所以难怪 我们不止公文改不上病毒 我们连我们的这些行政的效率 也遥遥的落后在病毒之后 新北三峡某国小柔道老师确诊 光是在新北就遗传59人 眼看疫情拉紧报 行政长苏贞昌却抛出新台湾模式 强调防疫经济并行 为疫情扩大打预防针 陈时中也定调 正常生活下积极防疫 包括疫苗打好打满 戴口罩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相关疫调持续进行 边境仍严格控管 但新创名词 把双美市长搞得不撒撒 不清楚可以大家来 再跟我们来问 模型我们不断在估算中 可是事实上我相信 全世界没有人有办法 在事前去估 如果国家资源都在你手上 你也没办法预设 那就算了 我们允许确诊者 大概可以在每日增加多少 超过那条线 还是要升高那个防疫等级 不然会失控 中央应该把入庆讲清楚 我们底下在执行上 才不会有莫中于是 各县市互相抵触 一下要普筛一下走向开放 到底要清零 还是和病毒共存 中央始终没说明白 只创了新台湾模式的名词 来打迷糊仗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父子骑驴呢 是因为心中已经充满了选票 所以在防疫上面 就显得更加的犹豫不决 父子骑驴 前后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天本土确诊 通通破百 而且还创到183例 昨天今天也有133例 看起来疫情是的确 已经开始多点的大爆发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清零年假 不管是屏东小琉球 你看 还有台东富岗 这些旅游区 墾丁台湾记 都是满满的人潮 这是嘉义文化路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清零年假 还是一样游客如知 所以一般老百姓 事实上也没有感受到 像去年 一旦说到有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就看到 哇 整个全部马路上 通通都没有人 连台北市最繁华的 东区信义计划区 通通都没有人 但现在呢 是大家已经防疫疲乏了 还是中央给的讯息 太过模棱两可 好像就感觉说 这波疫情不可怕 我们已经有打了疫苗了 就算得了也是轻症 所以才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吗 那这样的现象 到底是政府乐见的 还是政府不乐见的呢 我们真的是看不懂啊 所以呢 重点就在于 到底是要清零 还是不要清零呢 实在是搞得我们头昏眼花 工程师看政治 就在脸书里面说了 从模糊的北部某医院 清除到巷弄门牌 指的就是陈时中 不是都不准大家讲说 哪里有疫情吗 可是他每一次都说溜嘴说错 自己把这个门牌号码给说出来 但只有他可以讲 别人不能讲 还有基隆禁止打球 可是却不禁止 基隆庙口的群聚 大家都喜欢去庙口吃东西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 奇怪的防疫措施 我们现在餐厅 通通都可以内用啦 可是却不能够敬酒 早就已经脱口罩 坐在那里面大吃大喝了 却不能够敬酒 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另外运动也可以脱口罩 但走路不能够脱口罩 所以呢 这到底是什么标准 是什么科学 哪里上的医学科学课 是这样子教出来的呢 让大家真的是难怪 会触罚嘛 就好像这次柯文哲被罚 他超不爽啊 因为为什么在台上 拿麦克风制词就可以 拿麦克风唱歌就不行呢 难怪大家 一个不小心就要被罚了 但问题是出在于说 这些政策真的没有清楚的逻辑 一贯性啊 而苏贞昌呢 又搬出了新的名词了 说我们要经济防疫病重 所以这叫做新台湾模式 正常生活积极防疫 稳健开放 讲了一大堆的形容词 我们就是看不清楚 现在的防疫政策 做法究竟是什么 你要讲啊 好 那么柯文哲就 其实是动不掉啊 他就说那疫情时代到底要怎么正常生活呢 正常生活就不要戴口罩啦 不要勤洗手啊 所以啊 什么叫做正常生活 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嘛 可以的话 我吴赵昌哥也不会被罚三千块 那就表示根本不正常嘛 所以啊 柯文哲就说 现在证明这个开放已经足以让台湾社会遍地烽火 稳健开放已经没有用了啦 已经整个都烧起来了 就疫情已经烧起来了嘛 还是你出来讲啊 半城市中说 疫情烧起来很正常 这就是我期待看到的 好 不然的话你就 你要告诉我们你到底要什么嘛 好 结果呢 刚刚不就讲了吗 基隆市一开始就是因为林佑昌只关三天 大家炸锅之后又该改关九 十天 隔离十天 然后呢 基隆市就搬出来一个类谱山 现在又说不要用类谱山 都是你们在讲的啊 那我们到底是要听谁的呢 连听你同一个人的都不知道要听哪个时候的 林佑昌啊 所以从你开始讲要类谱山 到现在又说不要类谱山 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过去了 基隆就是还没有开始防疫嘛 那你现在改名叫做全民防疫 爱心筛解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到底要不要谱山呢 那现在基隆有三十六万人 中央只给他二十万计 就不可能谱山了嘛 那一个人要山几次呢 重点是说现在开始山了没呢 通通都没有 还在想这个名字要怎么定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 朱学恒就说 这样就有了爱 有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就好像我们可以用爱发电 用爱防疫 这样就好了 所以也不用疫苗啦 用爱发电 我们也不用 就是吸了很多这个二氧化碳 通通没有关系啊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废发电 跟用命防疫嘛 好 黄熙贤 基隆市党部的国民党前主委就说 这人这人搞得太不确定了啦 市民无所事从 难道是选举到了就想要糊弄过去吗 变不过去再发明另外一个新名词 你要发明几个名词我都没有意见啦 重点是你要开始筛啊 重点是你要开始做啊 你要开始动起来啊 你都没有动啊 你是每天在想这些名词是在干嘛 我真的是觉得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我就讲过了 两年来 多少县市政府都遇过疫情 都有展开很多的紧急应变措施 从来没有一个县市政府 像基隆市这么烂的 像基隆市防疫这么失败的 连市长自己都想要耍特权职 隔离三天 然后整个防疫措施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定掉 他现在是遇到Omicron 他如果遇到是Delta的话 那基隆不是完蛋了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疫情确实是 是几乎已经快要遍地烽火 那么根据陈秀系的预估认为到4月中旬 莫德纳开始失效时 恐怕本土是每天500例吗 为了催打疫苗 警察官陈秀中松口考虑说 要让打满三剂的人都可以免匡列隔离 医师神正男很担忧 他说那突破性感染个案 可能会在社区中造成威胁 疫情延烧似乎还看不见镜头 台大公文学院教授陈秀熙分析 这几天的本土疫情 却反映之前两剂AZ疫苗失效 接下来打完两剂莫德纳的人 保护力也将失效 预估本土会飙升到每日500人 感染高峰将在4月中旬 甚至每天超过1000的这种数字 这个是有可能 你家庭都没有准备好 怎么去照顾确诊者的话 Omicron感染过两三个月后 其实还是会被新的Omicron感染 为了加速催打疫苗 指揮中心考虑 打满三剂松绑隔离规定 未来跟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只要打满三剂疫苗 就可免匡列或仅自主健康管理吗 会 他未来我们也在研议 会把它当作一个要求的标准之一 但对于打满三剂松绑 医师省政男优新表示 打满三剂才自主健康管理 突破性比率人相当高 他举出国外数据 若打保护力最高的mRNA疫苗 保护力随时间下降到六七成 若打的是保护力较低疫苗 或接种已超过三个月 保护力将掉到五成以下 恐有突破性感染风险 保护力真的只剩下两三成 因为打满三剂就减少宽列 是有可能会让他提早 泼漏在社区里面 好 最近的政策都是 每个字都认识 可是加起来就听不懂 比方说陈时中说 要趋近正常生活的积极防疫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 柯文哲就说 哎呀没有SOP 都是空口说白话啦 当然大家都知道 总有一天一定要跟病毒共存的嘛 可是要怎么度过去才是问题呀 好 苏珍昌说 为了过正常生活 要冒一些成本和风险 但是会随时来紧盯各种变化 黄丽丽医师就说了 往和病毒共存的方向 脚步走得慢一点 因为你怕这个放得太快的话 疫情可能真的是会失控啊 好 沈正南医师就说了 其实呢大约一周之后 确诊就会下降 因为当已感染的案例捞完的时候呢 RT值是多少呢 如果可以压到接近1的话 就不用担心那如果超过2的话 他认为应该要升级呀 好 以目前的死亡率万分之八来计算 假设呢如果有300万人感染 那是死亡2400人哦 如果是500万人感染 那可能就会死亡4000人哦 这样的剧本大家可以接受吗 那么他说啊 目前都说都是轻症 但是拍死 关于在检疫所10天以上 还是有接触者隔离 你家里的老人家和小孩 该怎么办呢 光这一点 你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医疗同意也应该要为大流行育做准备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呢 医事看起来是蛮担忧的 因为指挥中心到现在都还认为 Omicron传播快潜伏期短 过去的防疫警戒已经不适用了 所以不必升级 而且目前99.7%清症 清症者呢就干脆直接送到 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也不用进医院了 而且还考虑只要完整打了3G疫苗 甚至还不需要匡列耶 所以这一些措施都是预告说 台湾要左向和病毒共存之路了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尹医师 4月中旬开始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一天增加500例吗 那苏院长说 采取新台湾模式防疫 还说这个染疫增加 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说明 到底牺牲多少人命 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呢 因为沈正南医师说 哇 有可能500万人感染的话 就是4000人 有可能会不幸死亡 现在这个情况可能真的是到达一个很混淆的地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很多的规定 好像是想要清零 但是又说是要共存 那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这个共存的方式来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 怎么好像在且战且走 那我们知道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感染 怎么样能够减少感染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就算是打了三剂 那感染力的预防只有60%到70% 所以30%的人 他会传染给别人 那这一点就很可怕 那就算是两剂的话 一剂的话 那就更糟糕 那然后加上年龄大 还有免疫力不好的 那根本效果更差 所以因为现在大家都光是注意重症跟死亡率 这个是一个错误观念 我们要注意的是感染率 感染力很强的话 谁也挡不住 也就是说感染的这个人越来越多 那这个分母越来越大 中重症死亡率就一定会上升 那我们现在知道 所谓的流感化 那在国外的这个感染专家 流行病学专家都在讲 就是说这个所谓流感化呢 是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呢 是不负责任的名词 在流感 在我们流行性 这个疾病这方面 就是说流感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案例不会上升 死亡率固定 然后呢 也不多 也不少 也就是说它平衡状 然后就是生病的人 它的数字 跟你这个感染的这个情况是平衡的 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 但是并不是说一个已经流感化的这个病毒 是一个驯服的一个老虎 这个驯服的老虎 它有时还会咬人 所以说我在想说 这个coronavirus 这个新冠肺炎呢 它是驯服不了的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观念 也是错误的 它认为说越变会越好 因为病毒不想你死 这是错误观念 病毒又不是人 它不可能说我想要传染你 然后我不想要你死 不是 它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传染 那死亡不死亡 是看你这个病人的个人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一个假象 这个病毒越来越好了 这个大家都不会有事了 那这个其实真正的是错误 而且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现在这个得病的人 其实都是在外面行走 年轻人 那死亡的这个四个人呢 当然一个80 一个60 一个20 好像还一个40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各个年龄层都开始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只有80岁人过世 因为他当然他的年龄 跟他的生病的情况 但是指挥中心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等到将来开始传染很多的时候 母树越来越多 那这个就糟糕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我们到底能量多少 我们医院的能量多少 看到按照卫生所的这个资料看起来 全台湾大概病床只有3500个 加护病房或者是负押病房 专责病房 这些加在一起3500个 集中检疫呢 大概到6000多 所以加起来才9000多 那一般的地方的这些社区的 这些还有一个四五百床位 这个隔离的 所以加在一起才1万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讲 现在一天300还可以接受 如果一天1000 那14天就是1万4 早就超过了 所以现在你说 现在说会讲共存 大概大家不敢说不共存 或者是要共存 但是如果明天500 后天700 到了1000 那马上可能又改口 我们就要赶快要清零了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您所想象的 而且现在放假日 没有人要去检验 等到我们下个礼拜二 以后礼拜三上班了 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我们每次都这么讲 所以到那个时候就知道 到底是真的是没有病人 还是有病人 现在一般讲 大概在研究说 一个人感染之后 他可以传染10个人 这就一般习惯性讲 一传是十传百 百传千 也就是说他10天之内 会1000个人感染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台湾这个用NPI这种方式 好像还不错 并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出来 但是实际上 已经算是很多很多 没有检查出来的 所以我在想说 台湾现在目前很多病人是黑素 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所以怪不得要叫新台湾模式 这样子万一有什么变化 得要回到清零的时候 又可以再调整回去 不过基隆的疫情还在持续延烧 这四号又有第七所学校沦陷了 市警局召回了全体1200名援警 再做一次PCR 不过呢 这类普筛怎么做到现在还没一个普 那么基隆市长林又强又抛出说 要把这个普筛改个名字 叫做全民防疫爱心筛检 基隆疫情报不完三号才新增东信国小学童确诊 如今又在爆出第七所学校沦陷 见得国小一名学童居隔中确诊 眼见疫情越阔越大 类普筛怎么做都还不知道 基隆市长林又成又喊出类普筛要改名 叫做全民爱心筛检 市民们又够傻眼 奇奇怪怪的名词都有 但是真正的防疫都没有做好 真的没有意义啊 这样是造成我们市民很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只有在喊口号 从头片到尾 民进党不要再作秀了 你才不用吧 纠结在这个名字上不是重点 怎么做才是重点 防疫不做好又要搞改名 不止民众看不下去 专家也说把类普筛名称更改 反而可能造成民众筛检意愿降低 一些无症状 或是说就算有症状 他也想要逃避掉 不会曝光 疫情不见降温 医服会执行长王必胜天天跑基隆 类普筛从提出至今已经第五天 市长还在文字游戏 王必胜也只能说 我们尊重基隆市的这个看法 类普筛应该算是一个概念吧 营地质疑嘛 在哪里他们都可以自己去取 去年五月万华爆发了阿公店的群聚 柯文哲不顾中央反对 就先率先快筛 还利用企业军的快筛事迹扩大筛检 新北市长好有意立刻跟进 指挥中心虽然说没有阻挡 但是呢 其实在旁边旁观不至一词 倒是现在这个基隆市 连这个类普筛的细节都还没公布 指挥中心就先把20万事迹 已经送到基隆市政府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费委员 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防疫标准 好像看起来是有天壤之别 民进党执政 always搞双标 发明新名词 我们现在讲去年万华阿公店 刚好就差不多一年 去年四月下旬 下旬开始发生的 当时啊 这个万华就是被污名化 万华被彻底的污名化 举例连政府的官员 在立法院都是要讲说 哦 那是万华是破口 他们永远不会承认 三加十一的政策的错误 也不会承认 桃源诺富特医院的 管理不当所引发出来的 但你看 他把当时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新北市台北市 因为彻底的被污名化 每天两点钟出来的报告 上面永远是 台北有多少人 新北多少人 即使一天就各一个 他还是给台北新北 有出现这样子的名词 请问桃源有没有出现 请问 基隆有没有出现 当时柯文哲跟侯友仪说 我为了我的筛减 PCR的筛减能量不足 用快筛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是念统计的 快筛如果说不准 百分之十 就尾一尾要百分之十 我连着两季下来 他不准 几率是多少 0.1成 只有百分之一 三季下来只有千分之一 当然这是一个科学方法 他们就是不用 当时他也不鼓励 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名词 这个类普筛 到底是什么叫做类普筛 当时你为什么要对台北市 对新北市有双重标准 这种 我大家耳熟能详 这叫校正回归 更可笑 我是教统计的东西 我从来就没有听过 统计的数字还来个校正回归 在天下是一个笑话 苏贞昌人家记者在问他 台湾现在用什么模式 刚才银院长讲的 大家真的要听进去 当我每天的感染的人多了 我的被死 我的被死落桌到 到一千个 甚至到香港三四千个 四五千个 我们的医院真的能够承受吗 当医院承受不了的时候 台湾就会紧张了 我也在这边 在呼吁陈时中 如果你不喜欢方舱医院 真的换一个名字 叫时中医院 我们愿意接受 我歌颂你 你用时中医院 未雨绸缪 万一 万一我们一天感染 一上千的话 我们的医劳系统 是无法承受的 不要每天在那边 碰到自己的人 就是另外一个标准 碰到柯文哲 碰到侯友 就打 平常讲 这个疫情 不会 它不会选来 它是没有颜色的 每个人都可能会得 我觉得 用同一个标准 去照顾我们 所有的老百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名大头 加美迪托洛 在春节过后 其实各部会官员 都曾经到总统官邸 去开过会 就是要针对 与病毒共存来讨论 那么上周 蔡总统也曾经找过 卫福部的官员开会 那么民党政府看来 其实早就已经打算 要朝向与病毒共存 来前进了吗 那为何不早一点 对全民给说清楚 好让老百姓跟产业 都有所依循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施诚哥 那如果接下来 确诊或是有足迹 重叠的人 是不是就不用再 像以前一样 都要关十天了 那先前同样感染 Omicron的人 他们遭受的不变 和损失又如何交代呢 远宜你这个问题 我帮你转给陈时中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陈时中无法回答 你知道1月21号 这个我们的 苏生康院长说呢 不排除跟病毒共存 然后刚刚远宜讲到 在过年期间 我们的蔡总统 也早各部会去 希望能够更共存 最近也是又早各部会去 然后我上礼拜讲过 陈时中在上午讲说 哎呀 不排除跟病毒共存 到了下午又改说 我们呢 可能要清零 所以柯文者讲说 你到底是要清零 还是要共存 如果这个陈时中讲说 这个所谓的战略 是共存 可是你的战术 现在是清零 我们院长在这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香港就是因为 不晓得自己要清零 还是要共存 所以告成大量的 这样的一个确诊 跟死亡人数 所以他们现在改成 要跟这个 要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病毒共存 台湾因为战略 战术都没有用 上面有个大屋顶 叫做今年11月的选举 所以随时在调整 哎 你知道防疫政策 不是开这种车 突然间你要到中央东路 哎呀 等一下我要到仁爱路 就转弯了 所以你现在这样子 完全你的防疫政策 完全莫中一失的结果 台湾人就倒大煤 所以你看现在 要到底要不要打第四季 刚刚这个我们院长也讲了 打就算打第三季 你的还是有30% 会传染给别人 而且随着时间 越来越推移 我们的所谓的防疫能力 会逐渐下降 而且我们高龄化社会 我们的年纪大的 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的政策 什么赶快调整出来 不能说后面要选举了 我先看看到底是清零好 还是这个共存好 对我们的选举伤害最小 加分最大 我跟你讲 那这样子台湾人 台湾的老百姓 要拿命跟你玩 这样台湾老百姓很可怜 不过在上周五的 清明廉价之前 原本大家最担心的是说 有廉价过后 会不会疫情大爆发 结果呢 在爆发疫情之前 竟然先发生了 高铁的大断电 高铁的左营站 东南水泥施工的事故 结果台电的输电线路 直接坠落在高铁的 主线的正上方 包括了高铁 台铁都受到影响 有超过12万5000个旅客的 行程大delay 高铁当年晚上 要将近11点 才恢复通车 老百姓很纳闷 怎么台湾的行车安全 和电力设施一样 都变得如此脆弱呢 李文 而且当天真的是 千军一法 如果这个塔 是导向不同的方向的话 那真的是让人毛骨悚然 因为隔天 也是太鲁阁事故的一周年 事实上你想想看 当时发生太鲁阁事故 也不过就是 差这么一分钟 如果它那个车 不是这样子掉下来 挡住了铁轨的话 也不会酿成这么大的悲剧 而这一次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行 问题是台湾的公安 为什么变得这么的糟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东南水泥拆除现场 对讲机中工人 才在喊拉紧倒退时 怪手司机见苗头不对 趁水泥塔倾倒前 立刻把怪手转向 司机立刻跳车狂奔 死命往遮蔽触逃 跑了两步差点跌倒 再回头看果然要往这边倒 这时拉住水泥塔的缆绳 已经松脱 水泥塔砸下瞬间尘土飞檐 还有惊人爆炸火光 宛如战争轰炸场面 连拍摄人员也吓得逃命 命大逃生的就是他 当时操作怪手的曾姓司机 私下透露第一时间就发现 高塔倒塌方向有意 赶紧跳车成了逃命关键 包含王姓包商公安 林姓包商工地主任 以及东南水泥的公安负责人 基层被易公共危险罪移送 但早在四个月前就出包 压死一名怪手司机 偷吃部工法 亥惨台铁双铁 全台12万返乡旅客 东南水泥营造商都难辞其咎 真的是台湾的这个公共安全 施工的这个安全 真的是一落千丈 怎么会搞得一天到晚 出这种重大的公安意外呢 用砍树法偷吃部 这么大的一个水泥塔 要把它给拆除 居然可以便宜行事 所以你看看 本来这个计划上面写的是要 由上往下慢慢慢慢把它拆掉 这要拆多久 要花多少钱 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人 所以干脆把它当砍树一样 砍树也是有专业的 那个树要倒下来 也是要算好角度跟方向的 居然就直接敲底部 敲一敲就自己垮下来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 出重大的公安意外 去年底才刚刚死了一个人 结果没有想到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 而且当地的地方政府也通通都不管不查的 这是怎么怎么会烂成这样啊 东南水泥的施工包商直接用铁球拦腰垂击啊 这个水泥塔高超过52公尺 这种陶甲坡打算了让高塔坦平了 就整个摔下来不是比较好拆吗 结果呢就没有按照计划的步骤 酿成大祸 好现在高雄市政府对他们重罚 问题是你这整个过程当中 整个的监督管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好再来看到当天有12万5千人的返乡清零扫墓行程 受到重大的阻碍啊 真的是 美术像阿公打过来 台湾每天都这样啦 结果通通都是一个非常乌龙 而且不可原谅的错误 好网友就说了 民怨真的是爆炸了 说怎么办 赶不回去扫墓了怎么办 廉价人潮最多的时候搞这个飞机 在搞什么啊 难道台湾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运输工具了吗 可是告诉大家 不幸中的大幸啊 那就是这个东南水泥塔 是导向那边是砸到了电塔 它如果导向这边的话 就直接会影响到台铁的轨道 就我刚刚说的嘛 你就会发生完全跟泰鲁阁的事故 一模一样的意外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所以呢 没有导向这边 导向那边啊 还有就是施工的工人啊 跑得快 所以这次还好 没有人命的损失啊 但是问题是说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因为就在去年的11月 同样东南水泥 同样是这个包商 才造成了公安意外 还工人丧命 我刚刚讲的 结果现在又发起 又发生第二起事故 真的是太离谱了 这整个过程 高雄市政府都睡着了吗 所以高雄市议会党团就说 你们根本就是甩锅嘛 每一次就是让包商负责 每一次就让基层 来负责施工的工人来负责 我们这个政府通通都不存在了吗 还有为什么台湾的这包商 越来越胆大包天 可以这样子偷工减料 可以这样讨贾薄 可以这样完全不按照 送上去的计划书来施工 这感觉上是行之有年 感觉上是大家都知道的习惯 这种肉席 如果再不把它 好好的彻底的改革的话 下一次不知道是谁 冤枉的人命要丧失了 台湾可以容许这种事情 新台湾模式 可以容许这种事情 继续发生吗 对东南水泥事实上 过去就频频传出违法事件 这一次拆水泥塔 这么重大的工程 竟然都会出这种大包 所以市政府说 要重罚607万 问题是 那市政府都没有注意到 他们改变了工法吗 所以呢 这都是中南水泥自己的错吗 市府是不是应该查查看 有没有人包庇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费委员 因为陈清白如果觉得 当年他的父亲 和东南水泥的董事长 陈敏贤 这个风风雨雨是蒙受了 不白之冤 那这一次不是刚好就趁机 把这个东南水泥的疏失 给查个水落石出呢 我曾经当过十年的市役员 现在我们的很多的选民服务 我们也经常接触 举例 你这栋大楼里面 你要装潢 如果牵涉到结构 那一定要审 要审图的 还有你拆除 需要拆除的执照 你要报 你要什么个拆除法 这都都有规定 包括你要盖一个 零食的东西 叫杂项执照 这个施工 我们有建造 这个通通规范的很严格 在台北市 至少我知道 我们建管处 你不按照照表来实施 我在福德街 一个多月前 我们就处理一件事情 现在还是在停工的 所以高雄市政府 这次我是觉得 你觉得是重罚607万 有没有人在包庇 我秀给大家一张相片 这张相片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 现在的市长 陈其迈的父亲 跟东南水泥前董事长 陈敏贤的相片 在韩国冀州岛 这个让很多人直觉的怀疑 你是不是你父亲 跟东南水泥的关系 所以你这时候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陈其迈 这个市长 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台中少死几个人 你就大骂 要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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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高雄死了四十几个人 你也没有 最后 你偷偷的 你现在到底做了些 什么样的政治责任 我觉得 这次东南水泥 又在故技重犯 我觉得 高雄市的市议员 高雄的老百姓 大家要盯好 陈其迈 你如何来处罚东南水泥 我相信 东南水泥 这个拆除的工程 一定没有按照它 提供给市政府 我要怎么拆的 那工法来做 既然这样子 有没有人包庇 如果有人包庇 麻烦陈市长 你自己不可以包庇 所以这一次 其实真的是 不幸中的大幸 也就是说 当时电塔倒下来的时候 不是倒在台铁的轨道上 去年4月2号 台铁太鲁格号事故 当时是造成了 49人不幸死亡 一年过去了 那么交通部和台铁 是真的既取了教训 又提升行车安全吗 怎么又差一点点 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呢 好 所以我们根据统计 台铁去年的总事故 是702件 和前年相比 还增加了70件之多呢 那么事实上呢 重大事故不断地增加 台铁不是在喊说要改革 而且还是聚焦 在这个公司化吗 工会就质疑了 安全改革 没有放在公司化的 条例草案当中啊 结果王国才就说 安全改革是现在进行事 都在进行中啊 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诚哥 所以如果这样的说法 灵难者家属可以接受吗 公司化 如果心态不改变 公司化没有意义啊 我举个例子 我们那个中华邮政公司化了 有一次我去这个中华邮政 11点57分 我去那边寄信 结果当那个人员说 快12点快一点 我说12点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吗 原来12点他要下班了 他还以为他是这个所谓的 那个邮局的这样的概念 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也随着与时俱进 铁路 因为我爸爸生前是铁路警察 我跟铁路有很深的感情 铁路一路以来 他们的成额很深 可是就只有公司化这三个事情 所有的安全就改变了吗 刚讲 你知道吗 这一次这个 这个泰鲁革失事 这个受难者家属 然后他们组成一个自救会 他们你知道那个如器如素 说他们拿着票 就要去找这个台铁要退票 因为那边车没有到目的地嘛 然后那个台铁人员说 那你有票根吗 问你你有票根吗 然后他女儿要过世的 要下葬 然后本来说你可以单独下葬 然后他说 你要参加联合祭典后 我们联合下葬 他不给他单独下葬 然后台铁人一到事故现场 你们有没有拿到罹难者补偿 我家属 我怎么知道还已经罹难了 所以这种心态不改变 什么话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你看在泰鲁阁之前 有普悠嘛 然后最近刚刚这个远宜讲了很多重大事故 并没有减少啊 泰鲁阁不是昨天才发生的 那个心态是什么 你要公私化 你要拿公私化来堂塞吗 这次虽然有所谓的惩罚性的赔款 一亿五千万 我跟你讲 一亿五千万不要说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就算了 请问一下这个赔下去之后 如果台铁或高铁以后的安全能够保证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那个施工心态是什么 为什么台铁太鲁阁会发生事情 就是因为李逸祥在不该失控的时间 施工嘛 现在这个东南水利不是一样吗 工法不对嘛 那个心态不改变 心态如果不改变 你什么处罚多少干嘛的 下一次还是会发生啊 你看那个东南水利在之前才发生了 死了人 现在照样拿那种砍树法去砍那个水利柱 刚刚立文讲到 之前大家这个假后盗修婆 这样可以生多少你知道吗 这样臭 反正臭了啊 没事情大家都没事 一有事 你们找不了解罚钱 钱来钱去对不对 我省下钱都比罚钱要省得多啊 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从四月开始 每天本土案例都破百 为了腾出足够的房间和病床 那么接下来 轻症无症状的确诊者 不再一人一户了 要强迫两人一室 而且还共用未遇 不少人听到了很担心 陌生的两个人 如果不是同样的病毒株 会不会反而会交叉感染呢 国内疫情升温 检疫量能吃紧 指挥中心日前宣布 分流政策 轻重送往加强版集检所 或防疫旅馆 并且实施两人一室 中重症才送医院治疗 不过有长荣基师投诉 在实施一人一户 居家检疫第五天 PCR裁检阳性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他相当错愕 他竟然被送往阳霉集检所 与确诊者两人一室一起隔离 让他相当担心 公用位于设备 难道不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吗 那整个居住的过程当中 其实内部是没有任何的 隔离啊 防护啊 或相关 所以等于是共用 共食 然后共处于是 基础员来讲 他等于是增加了 他交叉感染的风险 网友们看到也纷纷很酸 原来两人一起隔离 比一人一户安全 阳性就要住病房 用检疫所当病房 这样不如直接盖方舱 还比较安全 都给你时间准备了 对此医师表示 其实两人一室 并不会造成交叉感染 两人一室 基本上还是要 疾病程度都相当 也都是比较偏向 那个症状稍微轻点 如果是有人 是症状是比较严重的话 那可能还是单人治疗 可能会比较安全 好 卫福部北区指挥官 就跳出来说 如果个案呢 都是感染同一株 Omicron的病毒株的话 就不用担心 两个人一室会交叉感染了 问题是 你会帮我先基因定序 让我知道我跟我隔壁的是 感染同一支病毒株吗 而且新冠变异的这个变异株 有这么多种 那么如果说真的感染了 两种不同的病毒的话 我自己会不会变成一个培养皿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尹医师 同时也传出 为了不让医疗量能超过负荷 现在指挥中心公布了新的工作指引 这个接触过确诊者 而应该要被隔离的医护人员呢 现在呢 可以不用被隔离了 他如果打过了三剂疫苗 满14天的话 那么就算呢 这个只要PCR阴性 就可以立刻回去工作 那么之后呢 只要天天都筛检就好 很多医护人员说 为什么我应该要被隔离啊 为什么要叫我去上班 对 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 这个我们疫苗的这个政策 还就是我们防疫的政策 好像有一点点 也就是说 参差不齐跟上下试据 所谓参差不齐 就是说 所有的防疫旅馆 它根本就是 有没有合标准 都没有人去看 然后等到进去的人 发现不对了 才发现它的设备 各方面都不合规定 那这个防疫旅馆得白做 那另外就是说 按照我们医护人员的 这个规定来看起来 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上面呢 到底是要清零还是共存 这个样子好像有 有点像要清零的样子 也就是说 把医护人员的这个 这个权利啊 全部放弃掉了 而14天 每天做一次 这个我还是世界上 还没听说过 一般讲的话 就是说你已经测阴性了 照道理讲 10天呢 就不会有病毒 就算是阳性呢 它也不会传染 所以为什么 到这种观念呢 还是在存在 不晓得为什么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规定 好像特别严格 那就是要清零 但是清零清到医护人员 所以大家就很火大 说我们如果医护人员 我们要接触到病人的话 要分两种 要分流 第一种是高危险 高危险的这个病人 他有鼻涕啊 眼睛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分泌物 有病毒的 我们接触到了 那我们算是高危险 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隔离 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说低危险 就是跟病人讲讲话 或者刚好这个看门诊 看到了 根本连 或者是只有碰住到身上 摸到检查或怎么样 这种情况算低危险 根本就用不着 什么特殊的这个处理 另外就是 你已经做PCR阴性的 打了三剂 而且按照政府的观念 就是已经没有问题了 为什么还要隔离那么久 所以这个问题 就真的就出在这 另外就是我们医疗 医疗的这个量能 还没有到 现在刚刚看了一下 今天中午 我们这个指挥官才看过 他讲 我看他那个好像 真正住院的人 大概真正在隔离里面的人 大概只有4800个人 他还有很多空床 这个病房就空了60几% 还有这个防御旅馆的 集中检疫地方 40几%都是空的 那现在未免太严格了吧 也就是说防疫根本还早 还没有到达一个危险的情况 就马上把我们医护人员 把他拉了不起 那当然这个东西 对我们讲说 对我们的这个权益是受损 一般讲 医护人员打了三剂 只是会被感染率 会高一点 我们不会生病 我们如果说同人有免疫力异常 或者有癌症的病人 或者是这些护理人员 也有少数癌症 那他就会 我们帮他隔离得很好 不会让他接触这种病人 那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大家都会自我检查 知道这个情况 如果你每天规定 做一次这个检查的话 那我觉得如果我被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 让我隔离四天 每天要做 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做鼻子 因为刚刚那位香港那个隐心 他被戳鼻子戳破了 流血很多 现在最新最好的方法 就是拿棉棒 这个在我们两颊中间这样把它粘膜接触 然后舌头牙龈 这个地方做是最准确 那比所谓的戳鼻子这个还更准确 因为我们用口腔 他因为这个病毒从那边掀出来 如果这个是阴性的 大概我们就讲说这个就是阴性的 所以我们现在政策不明 然后上下试据 这很可能这个规定 是下面做好的参谋 做好的一个计划 那送上去 他以为主官会修改 结果没有修改 直接就出来了 一出来之后 就引起这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现在不管是亲临共存 可能都没有资格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 你现在是什么情形 到底是什么的stage 那如果说这两个人 他如果可能感染不一样的新冠病毒 就会被放在同一间的话 当然可能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培养民 你都没有做定序 有可能你就碰到的是一个Alpha 现在碰到一个Omicron 很可能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病毒 Omicron是很早就有的病毒 所以它是一个老资格的病毒 所以它产生病毒 产生病院的机会非常的高 所以真的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那么的安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主持人们现在研议说 要把这个区隔时间再缩短 甚至是打满三剂疫苗 就不用框立 我们要请教一下尹医师 这样没有风险吗 一般讲 目前讲说 按照Omicron的话 它真正的问题就出在 真正的感染期 只有五天 如果说你要改到五天的话 那表示说 你已经很了解 这个病毒的这个特性 那就这个东西就表示说 你要开始共存 那如果说 你如果说更短于五天 变成三天的话 那可能传染力会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